屏東一名11歲男童 在路上騎腳踏車 沒想到 背後方的一輛遊覽車撞到 他的左手被車輪撵過骨折 誇張的是 遊覽車司機下車後 丟了300塊就跑 男童被送到醫院時 還相當驚恐 他開過來的時候 前輪先撞到我的夾子 然後跌倒 後輪 然後再壓下去 他有笑了問我怎麼樣 他給我300 給你300塊 那他就走了 幸好男童的手不用開刀 只要用石膏固定 沒有生命危險 男童家屬無法接受 司機撞人之後就離開 他們這裡有腳滑進來 把他承到 承到他的後面 承到他的旁邊 把男童這樣處理 警方已逮到肇事的司機 司機公稱當時載著陸客要趕行程 有給錢補償 不是惡意兆逃 警方已將司機移送法辦 動新聞屏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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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屏東天 設計画幌 寶音樂 感谢观看